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股票基金和出租房这两种主流投资产品 以及我为什么选择投资股票基金而不是成为一名房东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的投资经历 我的投资生涯始于2010年 当时我开始购买股票基金 在2020年换房子的过程中 我果断决定出售先前的房产 成为了一个从未当过房东的投资者 虽然这一决定让很多朋友感到不解 但这并不代表我对地产投资的嫌弃 而是因为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观察身边的华人朋友 发现选择成为房东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一般家庭 这可能与第一代移民较少接触证券产品 对股票和债券产生陌生感 从而选择更为熟悉的房地产有关 此外 中国过去几十年 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 也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 现在 让我们从不同角度 比较股票基金和出租房 这两种投资产品 一 普通美国家庭的投资选择 根据国税局的数据 仅有6.7%的家庭拥有出租房 而有60%的家庭拥有股票或股票基金 普通家庭中 股票和股票基金的持有比例远高于出租房 2.投资收益率 股票基金和出租房的平均回报率相当 可以视为打平 3.投资风险之波动性 股票基金的价格波动较大 而出租房的价格波动相对较小 4.投资风险之多样化 股票基金由于覆盖了大量公司 具有良好的多样化程度 相比之下 出租房的多样化程度较低 5.流动性 股票基金具有高流动性 而卖出出租房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6.金流 股票基金的分红相对较低 而出租房的租金收入较为可观 但也需要管理 7.投资门槛 股票基金的投资门槛低于出租房 更为灵活 8.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股票基金投资相对轻松 而成为房东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我选择股票基金而非出租房的原因 有以下几点 股票基金在投资门槛 流动性和多样化方面更为优势 出租房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 与我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不相符 股票基金的历史回报表现良好 波动性虽大但多样化程度高 相对稳健 最后 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 股票基金可能是比出租房 更为合适的投资选择 如果你对股票市场波动性担忧 可以考虑搭配一些稳定的投资产品 当然 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和兴趣 也可以选择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出租房 进行投资 以提高资产多样化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理解股票基金和出租房投资有所帮助 请订阅 点赞 评论和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